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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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固執的一個狀態的狀態 比如說固態 棄態 然後液態 那還有一種是 這個電漿狀態 這個電漿 那基本上面的話 我們把這個氣態跟液態這兩種 是比較精細的一種介質 這是我們看到 它都是一個流體的部分 這兩個都是我們所謂的流體 但是固態跟液態呢 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把它叫做固態 所以我們到當勢的時候 是會有固態物理的部分 那基本上面 在過去你講的是固態物理 那到了研究所的時候呢 也就稱為明派物理 叫做combenchment 那主要的是因為有很多固態的東西 那它把它變成液態的狀態的時候呢 那它呈現出來的一些物理性質也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就大概我們在物體裡面 那我們分類的一個情況 好 那我們在這個接下來 chapter裡面的話呢 大概我們把我們的主力就是放在流體這個部分 那你講到流體的部分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流體啊 有幾點 它會這個受到這個壓力的狀態 那到底這個流體的壓力跟它的density 這兩個東西呢 是一個我們常常會去討論的 那壓力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不管是固體或者是議題的話 它都有生肺 它是一定有一個介面 OK 那這個介面呢 在固體裡面 它其實它的介面呢 是跟它的d 是沒有什麼大關係 關聯性是有 但是沒有那麼大的關聯 那在議題裡面呢 譬如說我們舉一杯水好了 那這杯水你們都知道 它的議題的介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水平面 當這杯水是禁止在這裡面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 它的介面的話呢 是完全水平的 那但是 當我的這杯水 我以加速度A在運動 那我想請教你們 這杯水的水平面是怎麼樣的 嗯 哪一個 B的請舉手 C的請舉手 有沒有人C的 沒有 OK 看起來大家都還觀念蠻清楚的 那我們說物體本身 他本來就是會受到重力Mg 那你現在因為你要有一個加速度A 所以你知道 這個水平的加速度的部分 在水平面上面 fx 是等於Mg 所以在水平方向 你一定會受力 OK 那你會發現這整個受力的方向 就是合力是等於他的部分 那這個是跟你的介面 是垂直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第一個看到的這個介面 我們這個surface 在液體裡面的話 那我們看到他的力 他所受的力一定是跟介面垂直的部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既然你是這個受力的方向 是跟介面垂直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這個例子 一個pature 我必須要對他定義了 那定義是什麼呢 這個定義是當我有一個物質 物質在這裡 那我說在這上面的一個小的 dx的面積 如果我所受到的力 dx的面積 dx之間 實際上dx本來他是一個面積而已 那現在呢 為了要把這個向量放在dx上面 dx呢 現在也有方向了 dx方向就是也是垂直介面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說dx跟dx之間 他的p p的部分就是我們說 單位面積所受的力 就是我們的pature 就是我們對於pature的定義 那因為我們現在 你在這個作用的時候呢 f跟s都已經是什麼 已經是同一個方向 因為他都是normal方向 所以我們可以把向量的方向 5號把它拿走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pature 就是單位面積所受的力 這個就是我們si unit 你可以看到的一個結果 那如果cgs的unit 那這個就是centi n2的答應 這個就是pressure的部分 那這個pressure在後面的討論裡面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點的情況 那當然你各一點的受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個dx啊 取的都是很小的一個小範圍裡面 那你知道受力以後的話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如果在一個流體力裡面 那他的壓力隨著這個高度的變化 那他是什麼樣的變化呢 那現在我們討論的這個流體的話呢 我們先討論的是菌子的流體 後面的部分我們才討論他這個流體會動的時候 那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是一個流體 整片都是流體 那你在大容器我們就不管他了 在從最底層 是y等於0的時候 那我們看到 這個小的一個劍值 高度y的位置上面 那比y這個小的劍面上面的話 那我們說如果這個地方 我把他橫切面放出來的話 我會發現 他其實他的厚度 b彎 那這個pressure是四方 四面八方 都給的 這個pressure 然後上下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說上方 給了pressure 那我用p加底層 那如果我把他大成立的話 那我是不是要再乘上p 這個面積a 就直接乘上面積a ok 那下方呢 下方的部分 一樣的 那是pa 那上下兩個 他的壓力差 跟他的重量w 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 你可以判到的是 上方跟下方 兩個 那你要成立平衡的部分 部分的話呢 那你就知道 往上的部分是pa 那往下的部分呢 是p加底pa 然後再加上dw 那我們可以看到 你把它稍微像一下dp an就等於qudw 那dw的部分呢 就是等於qu的 我們的density low 乘上a 面積乘上厚度 這個就是你的mass 然後再乘上g 這個就是dm ok 那我們看到 你現在 你把a兩方消掉 我可以直接把這個關係 vp dy 把y 照過來 就變成是 負的low c 所以 從這個關係裡面 你看到了 你的pressure 在這個流體裡面 在這個流體裡面呢 你的pressure 是隨著你的y 你的y在改變 p 我們看到 我說 我把兩端起飛 p 基本上 就是等於qud ro g p1 y呢 從y1 g到y2 你的pressure 從p1 p2 p2 就等於qud p2 y2 y2 y1 這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集分 那 這個積分 基本上面 假設我現在把我的P2的位置定義成什麼呢 P2的位置定義成就是我的Y2 那這個地方的pressure就是我的大氣壓力P 所以我的P2 假設是等於大氣壓力P 那距離Y2的位置上面 我們說任何一點距離Y的位置 pressureP 那就是P 0-P是等於負的勾基 Y負則Y1 Y1的位置 任何一點Y1 那這兩個的八度差 就是距離水平面 A 往下的深度H 所以我們說Y2-Y1 這一下就是我們的H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P 其實就是等於P0加上RhoGH 在液體下的壓力值 就等於薩契壓力 再加上RhoGH H就是距離水平面的高度 那從這個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跟這個容器 是什麼樣的容器已經沒有關係了 OK 我們看到它是跟容器的形狀沒有關係 那假設我現在 這個油體 是一個氣體 換句話說 我可以把它做一個圖 這個是水平面 那水平面的部分 你隨著這個Y值 那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裡就是P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壓力 這個壓力 在水平面的壓力是P0 那越來越深的時候 那它是Ninia這樣 OK 那水平面以上呢 就是空氣啊 OK 那對空氣來講的話 基本上面這個觀術是 設備有一點點的不同 原因是在哪裡呢 在水裡面的時候 在水裡面的時候 這個中 個點幾乎是固定的 但是到空氣裡面的話 那個高度越高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空氣就越吸火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說假設 假設 假設呢 我們的 ROA 是跟 我們的P是成正體的 我們的P是成正體的 的壓力跟我們的density之間的關係 我用一個比例常數C 那C是一個比例常數 所以你現在也看到了 這裡面你P底Y的部分 是等於負的ρG 現在的ρ不是定值的 你現在把它移過來的時候 這個ρ它是跟P有關係的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把負ρ ρ的部分的話就直接寫成CP 那你的p你就要移向過來 P就等於負的CG1 那兩邊是区分 當Y呢 是等於Y1的時候 或Y0的時候 那它是P0 那Y是等於Y的時候 它是P0 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的話 是log的p- 解 natural log的p0 就等於負的C C是定值 G也是定值 然後Y解 Y0 Y0 如果是在水平面上面 Y0 如果是在水平面上面 Y0 Y0 Y0是等於0的時候 那initialp0 就是我們的水平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log的p-p0 就等於負CG1 那換句話說 你的pr 就等於p0 exponential 負的CG1 你會隨著Y 然後explanetial 對 所以我們直接 會隨著Y 你再做explanetial OK 再做 我會搶一下 Y0 Y0 P0 P0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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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的 P 是等 P 零 加上 R 零 H 零 就是任何一個高度 H 零 任何一個高度差不多不行 所以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在平面底上跟底下 一個是你的 Density 是會隨著 Pressure 變化 然後這邊的 Density 它是一個 constant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 test 那這樣的東西你會看到你的壓力 就隨著位置的關係跟著改變 在平面底下